随心听音乐 深情955 大家好 我是徐子卫 四川民江音乐广播 热爱DJ袁博主持的民江排行榜 来听我的新歌 北极的企鹅 是否还在这里 进入到明江排行榜的节目时段 每天上午的十点和晚上的七点钟 都可以听到热爱DJ袁博的声音 今天不仅有我 还有我们的明江大来宾 我们先听一小段他的歌 没有你以后的生活 笑着热闹的飘磨 害怕忘了曾经爱过 心淡影子的自由 朋友的关系 好奇或之意 早学会 留在风里 当我回到北方的谷底 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 想起你告诉我 企鹅也曾生活在北极 证明你无存在的回忆 是否还在这里 等待着白色冰封的冬季 过去 哇 是谁唱歌这么深情呢 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今天的明江大来宾 许子卫你好 哈喽 袁宝老师好 赶快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哈喽 明江排行榜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许子卫 刚刚呢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 是我自己刚刚发行的 首次个人单曲 北极的企鹅 是 然后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 哎 这个许子卫究竟是谁 那因为原主播本人呢 我之前就听过你唱歌 之前就一直关注你的一些 比如说你的微博当中 你的一些弹唱等等 所以我对你是有所了解 我相信但是作为歌坛新人 肯定还有很多我们的听众都不知道你是谁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啊 之前呢 前不久参加了一档节目 然后在节目上呢 演唱了一首来自梁静鲁老师的歌曲《漫冷》 然后当时据我所了解这首歌的这个反响 好像还蛮不错的 可能有很多朋友在网络上有听到这个翻唱版本 是 然后后边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 就是调整吧 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终于发行了现在的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 那首《北极的奇恶》 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横空出世了一个小青年 他唱了一首我以前听过 但是经由他演绎 哇 我感动到快哭了的歌 就是你唱的漫冷 所以怎么回事 你之前是学唱歌的吗 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 让大家认识你 其实没有啊 我只是单纯的 就是从小比较喜欢唱 但是并没有专门的去学过 可以说 从最早开始 一直是把它当作兴趣在玩 但是可能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吧 我觉得那段时间可能比较自由了 然后就有很多的业余时间去可以去研究一下 后来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 觉得唱上面又有所精进吧 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可以努努力 试试可不可以走这条路线 因为我看到你好像就是很会 就是各种乐器吧 你是键盘吉他还有会什么 没有啊 其实主要就会这两个 而且都弹得不算特别好 是吗 我还觉得挺不错的 这些都是后来自己学的 是不是 是 吉他是我上大概大一的时候 出去报班学的 然后钢琴是自己学的 哇 其实钢琴 其实钢琴这个东西 它也不是那种像大家普遍意义上了解的那种 就是小朋友从很小开始学那种古典钢琴 我主要大概自己摸的就是一些极性伴奏啊 流行的这些弹唱啊 也仅仅是这个而已就是很皮毛的一些东西 但是可能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悟性啊 应该有吧 主要是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就可以说兴趣确实是最好的老师嘛 对然后就自己就要去研究 自己就越来越越有兴趣 越感兴趣啊 那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 就是徐自卫是这个爱贝克斯今年力推的一位新人 这个公司是怎么怎么相中你的 怎么跟你签约的 其实说起来非常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件事 之前我有一段时间上大学的期间就是业余我在玩短视频 然后做了一个账号嘛 就是然后上面有可能是某些节目组的一些就是秀道 来联系我去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综艺要不要来录制一下 然后我就去了 当时其实就是觉得玩一趟也挺好的 然后也多交交朋友 结果在节目录制期间大家休息的时候嘛 就有机会在一起弹琴唱歌 在这个时候呢 其中这里面有一位朋友 他就把我唱歌的视频给录下来了 然后发给了现在的公司的同事们 然后就推荐给他们嘛 然后并且把公司推荐给我 就相当于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经过一些简单的接触呢 觉得就是聊了几次嘛 然后觉得可能彼此之间是有合作的机会 可能公司的资源蛮好 然后实力也很强 做音乐方面很专业 所以就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我 就是想做好音乐的这个理想吧 所以就最后选择和现在的公司合作 对于你自己一个纯粹就是喜欢热爱音乐的人 然后进入到了这个专业的唱片公司之后 有没有哪些这个提升 或者说以前可能没有经历过的 有专业的一些老师 或者是一些工作人员的指导吗 有啊 其实进到公司里的最开始 最开始那个时间 就是公司可能觉得你之前一直都是野路子嘛 那么我们既然要作为一个正经的歌手 那么我们就要学习一下 这个比较正宗的这些声乐上的这些技术 不能全靠野路子嘛 调整一下 然后就介绍了一位非常有经验 而且教的非常好的一位老师 去找他上了二三十节声乐课吧 一节算 一节大概是就按一小时算 一节 大概二三十节这样比如几天去一次 这样来回跑了两三个月吧 还是收获挺多的吧 起码在这个专业演唱方面 对对对 就是就是注意到了 就懂得去关注一些演唱中 平时自己 可能有人点一下就不会注意的东西 但是反过来想 就是回头再来想 这些东西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对 尤其比如说歌唱的技巧啊 或者一些这个这些点点滴滴上的提升 因为我看到今年夏天 你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的表演 当时其实还没有推出 呃 这首新单 就是北极的企鹅 所以主要也是翻唱的作品 我我当时在想 我说哎呀 作为一个这个新人 站在那个 那个那成千成千人吧 应该有吧 就看着你 你会紧张吗 那样的大舞台 那样的室外的现场 其实说说老实话 特别特别紧张 呃 在上台之前 我其实已经大概有所而闻 然后我就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嗯 结果到了真正走上去的那一刻 还是就是 嗯 止不住的会 甚至会发抖 不知道就是当时台下的工作 就是台下的那个观众 有没有 有没有看出来 然后包括我这个人 就是一紧张 嗯 一精神高度集中 就特别爱出汗 加上那个时候也确实特别热 对 声音你能控制不抖吗 其实 其实是有一些难的 因为 呃 明显的感觉在情绪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 对 经常会出现一些 平时演唱 包括彩排的时候 基本就不会遇到的情况 嗯 就就我们经常跟粉丝开玩笑 就有的时候就说 唱唱就来个平地翻车 你可能高音他不会出什么问题 对 但是你可能唱底下的时候 就出点失误 后来就自己只能自己想开 嗯 失误了也没有办法 是 我想也是因为这疫情的影响啊 呃 对于歌手来说 现在的这个面对面的表演 确实减少了 那对于呃 新人来讲的可能尤其在现场方面 需要更多的一些积累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对不对 那马上我们要和大家呃 再次分享就是北极的企鹅 这是个人的首支单曲 这个单曲大概准备了多久呢 这支单曲从头到尾 准备了大概一个半月吧 嗯 对 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demo 然后到最后发行的那一天 嗯 我觉得至少是有一个半月在 在准备期对不对 对 嗯 这个歌呢 我们看到是维里安的作曲 还有制作 而且我还看到维里安给你录制了一个小视频啊 呃 实际录制的时候他在吗 就是制作制作的部分 因为 是这样 嗯 由于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吧 就是我们不方便见面 嗯 因为就是挺麻烦的当时 对 就决定用就是视讯电话 视频电话的时候 嗯 视频电话就是一个方式 对 来进行沟通 他们那边是实时可以听到我这边的一个 就是相当于演唱的一个实时的文件吧 对 我觉得这个还挺还挺厉害的 其实也是同步对不对 对 其实是同步的 嗯 然后他们在听的时候会实时的跟我反馈一下他们的想法呀什么的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嗯 和面对面没有太大区别了 对 尤其是这是你自己的歌和之前比如说唱漫冷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梁静茹在前面 你大概知道他怎么怎么样 这个完全是你自己的作品 你前面比如说你自己做功课做准备 是不是也用了一些时间 嗯 是这个其实我最近蛮有体会的 就是以前嘛翻唱别人的歌 呃 别人唱什么样子啊 我拿下来按自己的舒服的方式随便唱一唱 对 再找点 找点人家的闪光点加进去 不要扔掉 这个这个歌一般就大差不差 对 大差不差 但是如果这首歌是就是 纯是靠自己来做第一个演唱者的话 那就一点借鉴的空间都没有 对 就只能自己去考虑 呃 什么地方怎么处理 什么地方呃 怎么样表达情绪 就一切都是一张白纸 嗯 最近最近录制一些新歌 包括录制这首北极的《企鹅》的时候 也是呃 尤其这样感觉 对 觉得就像 可能这就是创作的一个难点吧 嗯 可能对于 就原来我可能觉得创作 它是一个局限于 哎 我们作曲老师 作词老师的一个 一个工作 一个工作 对 但是这首歌拿到手里的时候 发现想把它唱成自己的东西 本身也是一个挺难的事 就唱歌其实就是演唱这个词 它也有一些演在里面 对不对 对 是的 嗯 哎 我在想啊 就是你们同时在录的时候 维里安他本人会不会给你一些建议呢 有啊 维里安老师 当时就 他就在旁边 我在旁边放了一个平板 然后他也时时能看到我 嗯 然后有什么话 他直接他就会说 嗯 他当时是 比如说一句 一句话唱出来 他觉得 哎 我觉得你这个情绪大概 还 如果再往哪个方向 再再给一点点 比如说给一点点 嗯 嗯 给一点点恨 我觉得就更好 对 所以说我想要这一句话听上去更 内容更多一些 比如说他想说我不想听到这句话 单纯的是你有多么难受 嗯 我还想听到一点你的 就是想被别人看出来的那个状态 就是他其实会给你描述的比较细致来帮助你去理解 对不对 对对对 没错 而且他一般提建议的时候 他我觉得他特别会照顾我的心情 就是其实我不介意的 我觉得老师嘛 说就就说什么都可以的 他可能怕影响我的就是心理状态 嗯 他会先鼓励我 哎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这首歌已经非常哪里哪里非常好了 嗯 而我再想要一点点什么什么 就超级nice的 对对 超级nice的 好我们要进一下15分的广告 就三分钟 然后三分钟回来之后呢 继续和徐紫薇一起聊聊天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歌迷朋友们的一些提问 紫薇继续在线不要挂断电话 好的 好的 有一种装修公司叫龙城装饰 21年品牌沉点 让你更放心 全屋全案 私人定制化设计 让您更逞心 全系标配 进口大牌材料 让您更省心 数人之托 终人之事 装修就选 龙城装饰 63138877 63138877 微信预约 AA914CC AA914CC 龙城装饰 你生意缺资金啊 你周转缺资金吗 你项目缺资金吗 你怎么还缺资金啊 你真的缺资金吗 缺资金你就找款解 四个八 四个四 缺资金你就找款解 四个八 四个四 缺资金就找款解 贷款手续 代办服务 四个八 四个四 四个八 四个四 市场有风险 叶之风 正中承诺 中修水电 一口价 水电改造 按平民报价 开工不加价 写在合同里 中修不留坑 水电一口价 家庭装修 更多人选择 叶之风 400 099 1199 叶之风 正中承诺 中修水电 一口价 水电改造 按平民报价 开工不加价 写在合同里 中修不留坑 水电一口价 家庭装修 更多人选择 叶之风 400 099 1199 喂 新哥哥 我要疼你 我要装房子 我要做生意 都缺钱 当个白嘛 我记 大6644 6644 找快带往上 快带往一站是 专业打款收取 大版服务平台 成型专业 晃新代 收费透明 两新代 收取简单 轻松代 快带往6644 6644 啥子收取 都帮你办得 8844 办理需谨慎 将心六代 要事而来 得当成是 六周年庆典 到底就算 1600元金工刀具 定装送 浪金智能马桶 599元 只够索菲亚衣柜 老板烟机造具 16000元 只够日理 伊托斯 中央空调 更有机装费全免 等日以来抽 6264 0099 得雕装饰 福特探险者 周年纪念版来了 购车集送5000元礼包 向3670利率 同品牌置换 更想只够 9000元补贴 任意品牌置换 向终身免费基础保养 福特尽无止境 高端大闸线 就选谢都会 CCTV大国品牌企业 全国连锁店超过500家 谢都会 高端大闸线 领导品牌 47018 47018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陈城 我代表四川明江月广播 前往了咱们明江月 专属补牢区的 阳城湖莲花岛生态养殖区 给大家带回了 正宗的阳城湖大闸蟹 让我们明江月的听咬 都能吃到 阴阳美味 形态威武 高黄饱满的 阳城湖大闸蟹 现多档超值蟹券 火热销售中 订购更有 小罐礼茶 免费送 关注明江生活馆 公众号 右下角进入 阳城湖大闸蟹专区 就可购买 月见湖宇梦 府定新龙湖 天府新区 新龙湖畔 陆兴岳府二期 唤兴入市 见面约140-172平 湖居改善大宅 公营品鉴 详询8916-366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明江排行榜 我是主持人袁伯 我们今天有明江大来宾 我们继续和他 一起来聊聊天 徐子卫 欢迎子卫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子卫 刚才我们和大家 已经分享了一下 聊了聊这个 个人的首制单曲 北极的企鹅 这个歌曲呢 我觉得其实还挺适合 印象当中的你 就是可能我觉得 也是第一主打 第一次推首单 特意选择了一首 抒情的歌 是不是你平常也 个人比较 这个性格方面 更适合 更喜欢听抒情歌呢 其实是这样 这首歌 它虽然是一首抒情歌 但是它就只是 我觉得第一首 可能给大家 比较接触度 比较高的一个选择 我平时私下里 会听的歌还蛮多 就是风格啊 感觉啊 包括情绪 都还蛮多的 但是怎么说 包括慢冷 在内 对 在包括后面 那些歌 可能大家当时的反馈 都是我可能 唱抒情歌 可能会比较有共鸣感 那么OK 那么刚好这首歌 比较 它是最快一首 能就是我们拿到的 然后也比较 制作比较顺利的一首歌 然后我们就决定 把这首歌 作为主打 先推出来 所以后续 也有其他风格的作品 跟大家陆续见面 对不对 会的 会的 好 我们今天整理了一些 你的紫微星们 是你的歌名 叫紫微星 对不对 对对对 对 他们的一些提问 或许我能受到88斤吗 这个朋友 他说 紫微你对于电台打歌 有什么感受 他说05后 对这种方式 有点陌生 你知道电台打歌 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 就是可能 现在不算特别流行 对 就是之前几年的 大概00年代 到10年代时候 那个时候 有很多 就包括现在 华语乐团 特别聪明的一些歌手 都在发新歌的时候 都会在电台 去宣传自己的歌 是的 那个时候 大家听 那个时候 网络还没有 现在这么发达 就是他们会通过 电台的方式 去宣传自己的歌 有很多的那些新歌 都是在火锅里听到的 没错 没错 马来西亚 奶扣鸭 他说拍杂志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 另外他还问 他说穿的都不太是 平时的风格 尝试新的穿搭风格 什么感觉 就最近我看你拍了一组 其实我觉得拍的 还挺好看的 你当时怎么样 对 这个首先得感谢一下 摄影老师 就是基础 真的是非常好 包括打光啊 什么的光影 那种非常的到位 就这个气质 一下就上来了 就摄影师 你说你说 是 说到这些衣服的时候 其实刚拿过来 是觉得 哇 这个好时尚 好心潮 我这个能抠得住吗 这个拍出来 会不会很奇怪啊 就是真的是 当时压力很大 拍的时候 也是觉得 哎呀 有的时候 有点不自信 因为毕竟 就是不知道 我穿这件衣服 应该摆什么表情 就是有一条 有一条裤子 我真的非常震惊 就是那个 哎呀 有点像你登龙裤吧 就那个 那个 我当时 我就 天哪 这个 这个是许子位吗 反正后来拍出来 尤其是和背景的颜色 这些 我觉得还烘托的挺好的 啊 就 其实 类似的衣服 蛮多的 但是当时在 呃 当时在节目里的时候 见到很多朋友嘛 就说实话 他们都比我潮 我 经过那段时间的熏陶 我已经觉得 我都 我什么都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了 对 老师拿过来这些衣服 觉得 哎 这就是时尚 我我现在可能不太懂 嗯 这种感觉 但是就慢慢去学习 hold住他啊 对对对 呃 世间最美好的是 与你欢欢相扣 这个朋友 他说呃 最近有没有一些 线下的安排 最快什么时候 可以看到 小徐老师的现场呢 线下的安排 可能呃 应该是在 应该是要 十月份左右 会有一场 还是会有一场音乐节 嗯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 就是疫情的原因嘛 我们要注意这个 聚集问题 对 所以说很多的活动 都转移到线上 嗯 大家不要急 我觉得呃 慢慢慢慢的 都会好起来 等疫情慢慢慢慢的 再好一些 就是 大家以后有了四 机会 线下 嗯 好 蔚蓝建仓 这个朋友问到我的问题 其实我也挺感兴趣 就是说 他说你可以唱一些 古风的歌曲吗 我觉得中国风 你唱起来 是不是也挺好听的 哦 这个其实呃 其实我个人觉得 古风和中国风 其实还有一些区别 嗯 就是 但是这个区别吧 感觉比较难以描述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中国风 它可能更接近于 我们的这些 平时日常的用语一些 嗯 然后它的配器 包括编曲也会 可能流行一点 对 它是在流行的框架上 加入中国风元素 对 而古风感觉更像是 呃 纯与中国风元素 为这个基础 对 来发展出来的一个作品 嗯嗯嗯 对 我其实 中国风的歌曲 唱过不少了 但是古 本古风的歌 其实唱的并不多 嗯 嗯 好 一二三都都 他说 未完成的一百进 是什么时候继续 呃 呃 说老实话 刚刚在我们电话连线之前 我正在录一个Vlog 嗯 就是这一百进的设计 之前一个 最中的一个 对 还是挺忙的 那不快就可以见到 任务挺多的哈 他也问到了 做饭的Vlog 还会有吗 那他猜对了 我刚才就是做饭 录这个Vlog 哎呀 怎么这么默契哈 他猜的也对 我选的也妙 然后刚好又是在这个 我们连线之前 是不是 还有这个 辛尼称 暂时还没想好 这个朋友他说 子卫有在健身吗 我看很多朋友留言 都在关心你健身啊 身材啊 这些话题 呃 其实有的 嗯 就是健身 大概分两部分吧 呃 一部分是 呃 增肌 一部分是减脂 呃 增肌呢 可能就得多吃一点 但是呢 就不可避免的会 就跟着一起长 长胖 就是 长肌肉 同时也会长一些脂肪 嗯 然后减脂呢 就是同时会降 嗯 但是呢 肯定是可以脂肪降得比肌肉要快 嗯 然后现在的状态 基本上是一个保持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既不太过分的减脂 然后呢 就是也做一些无氧运动 去保持这个肌肉 嗯 那就很专业的 对不对 其实是有一段时间 确实是小小的研究过一段时间 好 那就继续加油努力 我们今天连线访问最后的一点时间 请徐紫卫给一直支持他的这个歌迷朋友们 说几句话了 嗯 各位紫卫星们 非常感谢你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 尤其是在北极的启动 就是新歌的时候 非常感谢你们的 就是帮忙去打歌呀 宣传呀 包括找亲朋好友去 去推荐给大家 那么 就是接下来 不止我的时间 请你们要有耐心 我们很快就又要出新歌了 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保持一个期待 嗯 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好 谢谢徐紫卫 也希望 接下来不管是这个新歌 或者EP或专辑推出的时候 再来我们节目做客 欢迎你来成都 好不好 好呀 好呀 好 我们一起听听北极的企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的 下次见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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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存在的回忆 是否还在这里 等待着白色 冰封的冬季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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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回到 美风的谷底 穿上你帮我 买的大衣 拥抱过去 发生的一切 曾经 美丽与爱情 如果在我 余下的生命里 还有意义 也只能 是你 轻轻听 温柔的 呼唤你 想念你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